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隆重的节日 雪顿节 我们将从这里出发 带大家去了解一个你既熟悉又陌生 正在发生日新月移变化的新西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布达拉宫大招四维修技术 是世界古建筑保护史上的奇迹 这项工程凝聚了怎样的智慧 培育种植珍贵药材 大力发展净土健康产业 西藏如何借助转型升级 推动第三次产业发展 五彩斑斓日新月异的新西藏 它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带你走进雪域高原 探寻神秘的西藏 雪顿节 西藏最隆重的节日 雪和顿是藏语酸奶咽的意思 雪顿节亦即吃酸奶的节日 因为雪顿节期间 有规模盛大的晒佛仪式 和隆重热烈的藏系演出 所以又称之为晒佛节藏系节 展佛 藏系 歌舞 游园 过林卡 赛牦牛 马术表演 一项项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第一名考游 在人讲的中海 过年 糍 存则 提出 反正 Daddy V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讲西藏的历史必须从拉萨城说起 从拉萨说起则必须从大昭寺开始 这里就是具有1300年历史的大昭寺了 俗话说得好 先有大昭寺 后有拉萨城 可以说它算是西藏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者 大昭寺 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11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它位于拉萨老城区中心 占地2.5万平方米 这里供奉有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相 她是藏传佛教传播的中心 是藏族同胞心中的上帝 一代代虔诚的佛教信众 用等身丈量的方式来此地朝拜 立于大昭寺门前的这块唐波会蒙碑 穿越了千年的历史封城 在它342厘米高的碑身上 用汉藏两种文字记录了藏汉一家民族团结的历史 大昭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 它是西藏现存最古老的土木结构建筑 开创了藏式平川式的寺庙布局归室 它融合了藏 唐 尼泊尔和印度的建筑风格 成为了世界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近年来国家赛对布达拉宫进行全面维修后 又对拉萨的大昭寺进行维修保护工作 今天我们也是通过了相关部门的批准 可以进入到现场来一睹维修工作的实况了 接下来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一看 大昭寺 这座雄伟的古建筑凝聚了藏民族的智慧和心血 中央花巨资对它进行维修和保护 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西藏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这对于增强民族团结 促进藏族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个大金顶是大昭寺标志性建筑 经过三百年的风吹日晒雨水侵蚀 金顶发黑发暗出现了明显的褪色 2011年国家启动了大昭寺的保护维修工作 金顶维修工程成为了重中之首 此次维修涉及总面积超过3300平方米 金顶构建在拆卸过程中先严格编号 以确定它的位置 整个的修复过程严格依照传统工艺复杂而缜密 再将破损处修骨打磨后进入流金环节 先将黄金融入拱中 黄金就变成了银白 再将这些研磨成的混合液涂在铜板上 让金顶变成银顶 这之后再对它们加热 让拱挥发 黄金便沉淀在了铜板的表面 到此为止 流金过程并没有结束 工人们还需要用一种西藏特殊的植物 对流金表面进行反复的涂抹 这样才能保持色泽的稳定持久 这次金顶修复大大加厚了流金层 每平方米用纯金50克 总共用金量是170公斤 大昭寺的金顶不仅显示了藏民族辉煌的工艺技术 还蕴含着它们高超的科学智慧 其中有着怎样的奇思妙想呢 我们还是请专家来告诉你吧 今天它就是这个 现在雷电里面提到的一种法拉第龙的这种形式 它就不需要接地 就是保护里面的这个啥 这个人员和这个是包括菩萨这些 本来按道理说 在山上再加上里面有很多金属 是最容易遭雷迹的 按照规律 但是现在300多年都没遭过 主要的就是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在咱们国内的话 雷电防护通过宗教公义形式面目出现 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其实它是通过宗教的形式 公义的形式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如今通过三年的努力 大昭寺主体建筑已经维修完成 可是原计划三年完成的壁画修复工程 却只进行了一半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急切地想一探究竟 从游客如云的大殿 转入着幽静转金长廊 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 负责此次壁画维修工作的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郭宏老师接待了我们 整个四千平方米壁画 我们按照合同我们要修三年 三年我们修完 但是今年我们已经是第三年了 第三年马上就结束了 我们也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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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壁画就是一部浓缩了西藏历史 经济 文化 艺术 医疗等方方面面的藏族社会的百科全书 它是承载了西藏历史和宗教文化的无价之宝 由于千百年来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损害 大昭寺壁画损害严重 在西藏的那个寺院壁画里头的所有的壁画 大昭寺的壁画上都有存在 那么原因很复杂就是啥呢 你比方说地面的渗水引起的碎件脱落 最后整个画面都没有了 还有就是屋顶渗水把壁画的冲了 还有像昆古 那么在门厅那个地方那是很严重的 再有像这个旗甲 那么在这里咱们看到的 这最主要的这个问题 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军裂 军裂 就是这样一块块裂开的 这主要是军裂 它这个军裂的这个原因 作为一项国家工程 大昭寺壁画的保护修复 如何能在注重壁画的原真性 与宗教艺术完整性的基础上 科学合理地进行呢 专家介绍 此次修复是利用现代最新的科技手段 在最小干预壁画的基础上进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了此次工程 他们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手段 对壁画进行了高保真色彩和高清晰图像的永久保存 并通过一项像科学实验和分析 为壁画修复寻找到了最佳的保护材料和修复工艺 好 郭老师 那我们这块壁画的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这个空谷 空谷是这个西藏壁画里头 对壁画危害最大的一种危害 最大的危害 最大的一种危害 危害啥呢 就是因为它整个壁画 整个和那个 也就是局部和墙体脱离了 突然之后就是外界有个枕栋什么的 就开始就脱落了 壁画空谷如果一旦坍塌 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大昭寺以前的壁画修复中 文物专家都是采用注入化学粘合剂的办法 让已经空谷的壁画重新粘贴到所在的墙壁上 但是化学粘合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断氧化失去其粘合效力 今后壁画还可能会面临脱落的危险 而在这次的大昭寺壁画修复工程中 专家们通过无数次的实验分析 找到了一种全新纯天然粘合剂 这是什么呢 还是请郭老师来告诉大家吧 就是因为当地的阿嘎土 我们经过筛选 细化 清洗 粉碎 高温 加热 焙烧 高温断烧 完了以这个为材料把它灌进去 阿嘎土在藏语中是一种白色的物质 它是藏区特有的一种建筑材料 实际上是风化的石灰盐 或者是杀年之盐类被倒成的坟墨 一首藏族民歌唱道 阿嘎土不是石头 阿嘎土不是泥土 阿嘎土是深山里的莲花 大地的精华 可是这些阿嘎土 是如何成为天然年接剂 这又有着怎样的科学道理呢 它这个土鲁头 它本身自天然 它就含有一些碳酸钙 把这个土如果就是经过筛选之后 我如果把这个土在高温下烧 就是把那个碳酸钙 给它再烧着就是氧化 分解 加热分解 分解成氧化钙 用这样经过了7000度高温的 被烧的阿嘎土 加水调制后 从壁画损害处注入空谷内 再用专门设计的工具 将壁画重新按压回原处 因为氧化钙是不稳定的 会慢慢重新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再次变为坚硬的碳酸钙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就能将壁画牢牢粘在墙壁上 我们说是要修这个壁画 一个是要充分尊重原来的壁画的 这种工艺材料风格 尽可能用原材料 原工艺来修它这个壁画 这样就是说是从它的那个 修完之后的那个材料 直接的兼容性上是非常好的 在这次的大昭寺壁画修复中 专家们对空谷灌浆 裂系修补 表面清洗 表面起甲修复 壁画补会等每一项工作 都精以求精 反复论证 一些新科技新手段的运用 使中国的壁画保护工作 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在寻访拍摄中 一些细节 已让我们看到这项任务的艰巨 稍有差池 就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这是他们思念自己所执行的 你看像这些 你看你这些 这些起甲的这些东西 你是在那幅壁画上 你是很难发现这些问题 对 这都是他后期 因为咱们给这种 措施不当来造成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就是已经成这样了 就没办法修复了 那就没办法了 上世纪 大昭寺自己组织的 少量壁画清洗工作被叫停 如今 大昭寺外 转金狼壁画的 裂系修补 缺湿修补 防水加固等工作 已经完成 国家文物局聘请的 壁画保护 宗教研究 文字考古等各类专家 正在和西藏当地 三十多名顶级的 能工巧匠一起 严格按照传统工业和技术 完成后期的 壁画补会等任务 通过郭老师的详细讲解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 精美的壁画维修工作 是否有了一个 更加直观的了解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严格尊重历史 和传统的基础上 运用了大量的科技 现代成果 使得这些穿越了千百年的 历史瑰宝 得以重现它的光彩 我们也期待 在壁画维修保护工作之后 大家能够重新来到这里 再次感受它神圣 而又迷人的魅力 在尊重传统的 一笔一画的描摩里 我们看到了中国文保工作者 滋滋以求的探索精神 看到了中国文保事业 正在赶上和超越 世界先进水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道 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 维修设计和施工技术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是古建筑保护史上的奇迹 对于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保护 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只有尊重历史 继承传统 才有力量面对未来 走向光明 走出了大昭寺浓重的历史 我们驱车行驶在西藏 第一条高速公路 拉贡高速公路上 高原的阳光格外灿烂 初秋的美景令人神往 一个欣欣向荣的新西藏 正在我们眼前 展现着无穷的魅力 蓝天 白云 鲜花 还有绿水 小吉现在不是在香里拉 也不是在欧洲的农场 小吉现在在哪里呢 小吉现在就在我们 美丽的西藏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位于取水县的 净土健康产业市藩园区 在小吉的身边 有非常珍惜的花卉 果木 还有一些经济作物 都是这两年来 我们的农业专家的科技成果 如今他们现在在 雪鱼高原上算是扎了根 成为了广大农牧民朋友的 致富 好帮手 郁金香 薰衣草 唐昌蒲藏红花 香水百合 有机烟叶 游泳牧丹 酿酒葡萄 各种既稀奇又有经济价值的植物 在这里应有尽有 这座占地两千多亩的 现代化农业科技示范园 是国家首批农业科技示范园之一 它即育苗 育种 科研开发 人才培养 科普教育 和产品深加工为一体 引领着西藏的现代化农业发展 成为了推动西藏农业经济 结构调整的新引擎 那我现在呢 是在这片种植园区里面了 那小吉手上拿的这个呢 就是这个片区需要种植的植物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吧 它的外观其实是有点像一个萝卜状的 然后下面是有根茎的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植物呢 我们起来问一问这个园区的主任 尤其我们的所政主任 给我们讲解一下 在这一片你们种植的主要的 这个植物叫什么名下 我们的马卡呢 是去年引进的 去年我们是试种 试种了大概有个160多亩 但是去年试种以后呢 非常成功 今年所以我们在此基础上呢 又扩重了很多亩 马卡 原产于秘鲁海拔3500米以上地区 需要特殊的环境和气候条件 是世界上一种珍贵的药材 今年西藏全区已推广种植4600多亩 带动了农民致富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 马卡等经济作物的深加工 现在净土健康产业 现在引进的22个品种 您看到的规模都不是很大 都只是占地一到两亩左右 这些品种在这边试种成功以后呢 我们将会推到大田里面 然后就是把这个净土产业 做得更大更好 健康产业是世界性的朝阳产业 西藏大力发展净土健康产业 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 更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 西藏发展净土健康产业的思路是 以高原有机农物业为基础 以改进和提升传统产业为重点 大力发展高原有机健康食品 高原有机生命产品 高原保健药品和心灵休闲旅游等产业 这里是灵州县的现代农业科技园 他以高薪高效特色化产业化的特点 通过市场运作和示范辐射 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编巴今年23岁 初中毕业后就去拉萨打了工 家乡发展净土健康产业以来 他在姐姐的劝书下回到了林州 在现代农林科技园中 学到了设施农业种植的新技术 如今在姐妹俩带领下 编巴一家人靠着绿色无公 和设施蔬菜种植 走上了致富之路 现在我和姐姐一起干嘛 就去年11月25号才种的 种的到现在有17万左右 就那些豆拿配料钱 那些豆扣掉的话 我们年姐妹两个有 差不多有八九 就外面打碰的话 就没有那么多 就现在这里挺好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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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